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也看到澳门的旅游业 是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在今年的施政报告里面 我们也看到社会文化范畴里面 也特别推出了两条精品油路线 我相信也是对澳门的经济 或者吸引旅客回流方面 有一定的帮助 在这方面 我觉得政府接下来也可以考虑 推出不同的旅游路线 包括我们所说的妙语文化 世卫游 甚至是维里文化 都是值得澳门去推广的 这方面希望政府接下来 可以加大宣传力度 除此之外 其实政府也希望推出一个体育旅游 如果条件许可 都希望每一个月 都可以搞一次国际的体育城市 我觉得这方面也是可恨的 因为我们也看回过去那段时间里面 政府也扮演了很多大型的赛事 包括我们所说的农州赛 一些嘉莲华等等的一些体育活动 我们看到其实也有了澳门旅游业的发展 除了旅游方面 我们看到政府在今次施政报告里面 对于民生方面也是有所着物的 我们看到政府也提出了长者公寓 以及长者的日间中心 这方面我自己觉得是有需要的 因为也看回澳门的一些情况 就是现在65岁以上的长者 占了我们人口的大概是一成 这个数字的比例其实也是高的 看回澳门的养老院社 大概有二十多间的 里面大概是可以提供到 二千三百多个宿位 但按照床位和居民的人口比例 我们看到其实未来可能要有 七千八百多个床位 才能够足够满足到需求 所以政府在这个时候提出长者公寓 我们觉得也是非常之好 因为长者公寓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配套 包括一些康落的设施、医护等等 我觉得这方面也是可以满足到长者的一个需求 未来也希望政府能够加快去兴建 有关长者公寓的一个进度 以及也跟社会去公布究竟 那个准入的机制是怎样 有哪些条件的居民它是可以申请得到 我们也看回因为社会文化领域 也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 我们也希望政府来紧 可以拿着施政的时间表和蓝图去做 令到一些工作是不会跳票 而且我也很希望相关的政府官员 能够多点在我们社区里面 去了解社情民意和居民的所思所想 令到制定政策的时候能够更加接近民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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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账 观看 weer хлоп 手